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到了2000的经济优势 首先做好了第一步 打这种双C发育 前面线上打出线优了 先把线上稳住了 还可以 还可以 他们这个线上2000的优势6分钟 然后主要是小小也不是特别肥 让小小稍微启动得慢一点 他不肥的情况 然后你加油再注意控控他的斧 不让小小碰到什么隐神啊 急速啊 这种神符 那他其实也很难去主动照演奏 除非说边路有人冲 就是河道路有眼 然后他喊对友去干那个影魔的时候呢 其实剧毒和大牛 那个位置把影魔留住 非常有机会让小小过去一个VT2连马人头一手 但好像是小小离的稍微远了一点 就是他那个VT2连 我们能看到他没连起来 哎 这颗雾这也炸了吗 他好像盼顺能单杀吧 但其实那个斩杀线是没到的 而且水 二代盾的时间不多 还有一尊半 高低不好上啊 大牛加巨大高低 对 然后T1这会儿肯定也只能防守 因为小黑现在这个装备输出就有 但是还是不高 41分钟 虎王应该是更新出了他的刃甲 酷酷在后面套了个刃甲出来 没有 这个刃甲其实 厉害的 这盘 就是你别看不起这个装备 打这个双冰盒是真的厉害的 尤其是水人用魔这个类型 就是他们时间爆发太高了 但是体质又没那么肉 是的 而且我是感觉这段时间可能COO 他也没有什么过多的经济 能让他再补出其他什么大将 这不是讲 守这个三好军的炎打 但是家里兵界告急 那兵已经在那边打了 小黑 小黑 太冰战了 啊 任甲府呢 小夏衣魔兽地之手 加不通雪 分身斧躲了至此烧烂 头顶点灯水 你看见后完了 火王没了 而且小黑的话 这个位置能不能找到 宝石是在国贵身上 影魔的盾没掉 这拨有想法 呃 我觉得 安娜还是太猛了 他是为了帮府王把人的位置打出来 小黑走第一个 放那个数件齐发 人一旦打出来 给到视野 他直接跳走 让府王上来吼 差一点就把影魔盾打掉了 如果影魔盾掉了 是有什么情况 影魔上波买活 然后没盾了 那能拖很久很久 但这波是沉的奶 加影魔极限分身斧 最后用闪灵解了点灯 导致这个血没 就是没有到死去 没死 盾还在 那坏了呀 府王毒秒了 然后影魔带着这个盾来拆高了 是的 这波T1很有想法 就是在这种 对方拿了三代盾的资源之后 装备落后特别 满了 或者我看情况 往你脸上波 撒蛋给你反打 结果被小小一个山崩 啥也没干 就死了 就是毕竟这一整场 那个聚光灯都在 中在阿龙头上 所以一号位 得表现一下自己 结果眼砸了 对 是的 那现在就进入到了 守卫雅典娜了 要把这个基地守好了 现在三路大兵的话 只能等待对方过来拆 但 我都看到也有选择 因为下一代四代盾呢 马上就要有了 他们可以拿着四代盾的资源 再找T1来打 这波是趁着水人 还有25秒的一个多秒时间 把中线顶出来 中路有焰 然后私人开悟出来 想找一波机会 但夜远方也很懂啊 水人不复活 我不过河道 而且我的人员抱得很紧 还是太难翻了 因为你看刚出门一会儿兵线过去了 他还得回家 只要WedCard别出现那种 什么死的再买 我死的 这超级兵是真没那么好办啊 对的 小薇现在的装备 数数是真的ok的 因为他那个米级大交道也买了出来 之前不是姓氏死了吗 是复活的 然后又跟了个金箍棒 嗯 这也是有数数的 这也是啊 就这个有数数 好了 这是相对的呀 而且又打了一个 这是几代?四代盾是吧 四代盾 四代盾 什么都有 A仗应该是给到了SF 然后刷新球碎片继续给国伍 顿是给水人 这一波的话 刚打完盾 小黑是直接在水人脸上了 影魔先找后排的大牛 知道不要弄到大牛活着 回头战场被封锅 正面水人家老师跟国伍在歇套不算 后排的影魔是在去跟对方那个核心 小黑不在正面 提过不了输出啊 小黑那边的话 是完成了大杀特杀 他是把SF给拼掉了 主持人家 我们一直是在看剧图这边 水人的话 也是从事完成了双杀 父王交了买活 小黑是没有买的 对 比赛要结束了 双核都是买不了的 他们的小小和 阿娜的这个小黑 都是有一个接近八十多秒的复活时间 那这时候基地肯定就是爆掉了 这波可以看出来水人 其实操作也还不错 变小小 把防御第二年式过来 用的也很弱 你们都不开了 尝试一下 用一下跳报 再有居领导 再加饼干 你这跟我说虽然是大海浪漫 但是把围不到垂直 提完你们在所有人都不是正亡之后 打了推击 来吧 Let's go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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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